好,接下來方程老師要介紹這個題目 它是要給你LOG12等於2分之1A加B LOG18等於A加3分之1B AB是常數這樣 那要問你說那LOG6可不可以用AB來表示 好,這題目要怎麼做呢? 你看喔 就是說你要求的是LOG6 那它給你也是什麼LOG12、LOG18 那LOG6其實是2乘3 所以你想辦法這個 是LOG2乘3 其實就是LOG2加LOG3 所以如果你可以求出LOG2是多少A加多少B LOG3是多少A加多少B 那你把它加起來就大了 是不是這樣? 好,那它給你的這個12跟LOG2跟LOG3有沒有什麼關係呢? 有,12可以寫成2乘2乘3 所以它會分成LOG2加LOG2加LOG3 也就是2倍LOG2加LOG3 所以2倍LOG2加LOG3 就是LOG12等於2分之1A加B 這個就等於2分之1A加B 就是第4 我們希望求LOG2 那這個就是LOG2 可以變成AB的 還有 18也是一樣 它是2乘3乘3 所以它就分成LOG2加LOG3加LOG3 然後這就2個LOG3 所以LOG2加2倍LOG3 所以這個呢就是LOG18 就會等於A加3分之1B 所以這個就等於A加3分之1B 所以你由第4跟第24 你可不可以求出一個LOG2 到底等於多少A加多少B 一個LOG3等於多少A加多少B 如果可以就把它帶進去 然後就出來了 好 那我要學LOG2的話 最好消掉LOG3 那消掉LOG3我可以怎麼樣 第4乘以2減掉第24 第4乘以2減掉第24 有沒有 這乘以2是不是有兩個LOG3 跟它相減 LOG3是不是被暈掉了 好 那乘以2會變成幾個LOG2 4倍的 那減掉1倍 會有幾倍 13倍的LOG2 然後 最後會消掉 這乘以2 就是A加2B 再減掉這邊 A加3分之1B 對不對 那這個A會被消掉 這個相減就是多少 3分之5B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3分之5B 可以嗎 然後你再把這個3再移過去 組過去 所以就會得到 LOG2是等於多少 3分之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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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到這邊看看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的話 如果我們要求LOG3 最好消掉LOG2 那消掉LOG2的話 可以把 這是兩倍LOG2 這倍LOG2 所以把第二次乘以 把第二次乘以 2 再減掉 再減掉第一次 好 所以把第二次乘以2 減掉第一次 好 這個乘以2的話 就兩倍LOG2 跟他剛好消掉 這乘以2的話 有幾個LOG3 4倍再減1倍 剩下3倍LOG3 可以嗎 好 然後他乘以2倍 就有2A 加2分之2B 然後去警調這邊 2分之1A 加B 好 這個A的話 會剩下幾個A 兩個A 減掉1分之1A 這下 2分之3A B呢 會剩下幾個B 3分之2B 減掉一個B 那應該是負的3分之1B 好 所以最後你要求的是 LOG6 9 就會等於LOG 2 乘以3 就會等於LOG2 加LOG3 對不對 那如果2是等於多少 9分之5個B 那個3是等於多少 2分之3個A 怎麼樣 除1分之3 除1分之3 對 這裡還沒有除1分3 對對對 剛才有除1分3 這裡忘記了 好 這個先除1分3一下 對 LOG3應該等於多少 除1分3的話應該是 通通乘3分之1 就是 2分之1A 再減掉9分之1B 對 好 這裡 可以乘一下 應該是2分之1A 減掉9分之1B 好 看好 好 所以這邊就會剩下 有幾個A呢 2分之1個A 加上幾個B呢 9分之4個B 看看這樣有沒有問題 泡爪 試一看 谢谢大家